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先不讲了 反正我现在要买武器 美国就会喜欢我们了 然后我买武器买越多 我的军事的力量越强大 中国大陆越不敢攻击 一旦如果攻击我们 美国一定会帮我们 因为我们对他那么配合 叫我吃莱猪鬼就吃莱猪吧 对不对 要我买武器我就买这么多 一个国家的安全 如果完全依赖军事 尤其依赖买武器的话 这国家迟早是会垮的 因为你会陷入军备竞赛的 那个漩涡里面去 因为你想的就是说我要买 那这种东西 你永远是不够的你知道吗 你永远买的是不够 因为这种武器的采购 不是你跟你自己在比 你跟对方在比 那中国大陆你怎么跟他比 你告诉我 他的经济体规模这么大 他的议算变略这么样子的大 你怎么跟他比 那你勉强跟他比的结果 那你就累死而已 那台湾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有钱 台湾穷人其实穷人真的是很多 你去乡下看一看 你去很多地方你去看看 还真是不少的游民 真的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 还是非常的多 有重大的疾病 没有办法用健保以外 医药的还是很多 所以你不要假装台湾的财富是用不完 那不要吹牛 今年你看从中国大陆可以赚 一千两百亿的这样一个外汇的顺差 可是你这个钱有哪下 大家可以均分得了吗 也不可能啊 所以你这样子买武器 不停地买不停地买 参与文上来 一年买的武器 你看超过国民党以前 主政的时候超过多少 因为国家的安全 还要靠什么 第二外交你当然也要不错 要有朋友 还有最重要 所有的军备竞赛 或者是战争的源头都是政治 你马安九的时候 那八年 两边都有高官互相的访问 然后你如果在街上问个台湾人说 你觉得农华根本小简 人家会说你是不是神经病是吧 大陆这么多人在这里 尤其是观光客 每一天那么几千人 上万人在这里 战争他们不是飞丹打过来 搞不好打死 大陆人比打死台湾人还要多 如果不小心打到景点的话 是不会打仗嘛 可是你现在回头你问 你现在武器买了这么多了 安全感应该增加了吧 要不然你买武器干嘛 就是要增加安全感嘛 好了 安全感有没有增加 你再去问 你再做个民调问说 你如果现在打仗的可能性 跟蔡英文在五年多 跟马安九那个八年 你觉得是战争的可能性增加还减少 我告诉你 可能性绝对是增加的嘛 那么多作战可能性一定是增加的嘛 所以你的安全感不是用 买武器可以买得来的 你要想办法 就是说跟你的对手 我常常讲的句话 你不需要跟他拥抱啦 说拥抱也太沉重啦 我们也可能也不喜欢啦 你我我也不太喜欢啦 但是至少至少 你要能够握个手嘛 你用特别预算做什么 你买都是国内的武器系统 要变特别预算 两个 第一个很急很急不买 明天可能买不到 这些国内的武器哪里会买不到 都是国内生产的武器都买不到 第二个 你是担心会排挤预算 你不会啊 你这个预算分年变列 分年买进来 这会压缩预算吗 所以我觉得做的话 我就想了这一定有私心啦 一定有猫腻在里头啦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